大家好,22点一刻了,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这个好像是城管,不是警察 这是某一个学校传达室,给学生们做演示 我看还有那个防暴插,是吧,把你插住 现在那个保安的都有这些装备啊 不过呢,这个针对学校的暴力袭击事件 还是每年在中国都发生一些啊 好像就今年吧 今年夏天还是什么时候,半年前左右 好像河北省仁秋市也发生过当街用刀砍学生 啊,类似事情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啊,都在发生 现在的人戾气很重,是吧 你该找谁找谁,冤有头债有主 这些孩子,未成年人没招你没惹你,是不是 哎,不过呢,他说是砍敌人 那这个,你看这城管都会这些东西,警察更会 我见过警察的演练,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那是我的客户,市局12处嘛 啊,他们就训练两拨人,一拨人是警察 一拨人举着横幅,跟那什么讨还雪债钱 在操场上有演练 每次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镇压的这事的大小 啊,他有一个好像打死人的指标 根据这事的那个那个规模,比如说警察把人打死了啊 一次可能可以,比如两个三个有这种比例 有这么一个内部的文件的规定 我听说过,但是文件我不可能见到 他们聊过啊,这个最近好像两年前吧 公安部部长郭生坤好像又签发了一个公安部令 就是以后啊,人民警察啊,就中国警察 执行命令,执行任务当中啊,个人不承担责任 那再打死人什么的,是吧 中国就这样,反正没有这个规定之前 警察也没听说哪个警察把人打死了 或者怎么样,他来赔偿,没听说过 负责任,没有,没有 再看看这个啊,中国的产品质量 买了备用,终于派上用场了,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 这车是广东的车,停在了 停在辽宁 广东牌照 那咋子再坐一下 这边都蛇了 这边没蛇 都是蒙事儿 包纸 包纸全蛇了 再绑一圈,再试一下 再绑一圈 全蛇了 产品质量就这个 你这下雪了 你说用这个东西 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啊 也不叫防滑料 防滑料不是金属的吗 铁的一般的是吧 我原来在东北的时候 我去收大米 冬天也去啊 那个下大雪 那雪不化 因为东北气温低 北京下了雪 一般的比较短的时间那就化了啊 然后 有那种防滑料是铁料 这个是缩料的 这蒙事儿 真是蒙事儿 中国的产品质量 很多时候 会把中国人的命都给赔进去 哎 反正这国家没人负责任 都是能蒙一点 能骗一点 是吧 反正像我们这种脑袋瓜子 还算够用的人 看出这个国家的本质 我们就逃了 我们就颠了啊 我们就撤了 我们就撒鸭子了 你看不透的人是绝大多数还跟这儿熬着 是吧 幸福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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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